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样才为之有生物态度呢? 他就说是跳Tango 他就说转食素 而他就说是摆脱大财团的魔掌 MING PAO TANGO 其實他們都是大型Blogger聚會 Punch Party 5的演講者 今次的大會主題就是不一樣的生活 講如何透過不同的生活方式 去出一種態度 例如如何靠食素來保護地球 又或者學一下跳Tango 兩個人好像無時無刻 他們的腳步是共同進退 就是通過這個擁抱 通過這個音樂的拍子 這兩個人就好像在對話中 不過講到全晚最精彩的部分 都莫過於龐一鳴的分享 他是誰? 就是一年不光顧大地產商行動的發起人 雖然不是什麼大道理 不過聽完總有些得著 踩單車 不搭巴士 無論是香港九龍的哪一個地方 我都踩單車 今天我都是踩單車來這個地方 不光顧連鎖店 不光顧商場 我很希望 我的小孩將來還會知道 什麼叫米譜 什麼是士多 我希望小店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不是只有連鎖店商場可以迎運 上網 全部都是大地產商的生意 我只有去體育館 我只有去公園 我只有去社區中心 如果這些地方 日常開門 晚上不開門 晚上我要發電話號碼 例如今晚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就會去麥當路坐20分鐘 困難其實很多 單車其實跟炸彈沒有什麼分別 人們覺得我好像阿易蓋達 兩秒鐘就會停止我 不讓我再走 我會跟他們說 先生 其實我接起了這輛已經不是單車 但他們仍然堅持 這輛是單車 他還要彈一首歌 寄予香港人可以一起抵蓋大財團的壟斷 好嗎